想像一下 退休之後在天氣舒適的加州養老 早晨起床 泡個茶 坐在自家後院的加州房 望出去就是一片心曠神怡的山景 便宜可以在社區五星級等級的活動中心健身游泳 或者是可以開車到附近的高舞球場去打個擠桿 而且這裡是門禁社區 那你要出遠門環遊世界的時候心中不需要掛心 上面講的是不是你嚮往的退休生活呢? 小鎮今天要介紹的社區可能會適合你喔 嘿大家好 我是Edan那個賣房子的小鎮 如果今天是你第一次看我的視頻 我是一個在南加州的全職地產經紀 那在這個頻道我會跟大家介紹一些南加州漂亮的房子好房 那如果你是對南加州的房產有興趣的話 麻煩加我的微信或者是打我的電話 那我的LINE一般是會在這邊喔 好 那喜歡小鎮之前介紹55家社區的朋友們 今天小鎮要介紹另外一個在南加州的退休社區 如果你的理想退休生活是想要住在一個遠離城郊 然後每天起床都有心曠神怡的山景 安靜又安全的房子 小鎮今天要介紹這個社區都符合上面的要求喔 那如果你是喜歡熱鬧那進華人區 今天這個影片可以先跳過 可是也是可以看我其他的影片喔 那今天要介紹的社區呢 是在一個叫做Tomasco Valley的城市 那這個城市呢可能有很多人沒有聽過 而且也常常會跟Tamecula這個城市搞混 那Tomasco Valley到底是在哪裡呢 其實它是一個屬於河堤縣 Riverside County的一個城市 而且其實這個城市是屬於華人比較知道的Corona這個城市的一部分 那它是在Corona的最南邊的地方 你沿著15號公路一直往南走就會碰到 那這個城市就比較遠離城銷 很適合養老而且是在半山腰上 所以有山景 那就有人會問小鎮這樣子 住在這裡會不會很不方便啊 那其實也還好 因為這個社區到華人的九九大華超市 跟Costco也差不多是15到20分鐘的路程 你住在美國一個禮拜去捕獲 其實也還算是挺方便的 那這個Meshed Up Plain它叫做Terramural 裡面除了我今天要介紹的這個小社區 還有另外三個不同開發商 專門為55家所設計的獨棟別墅 而且都是一層樓的 而且最便宜的40多萬就有囉 那如果你是對這邊的房子 其他的房型有興趣的話 小鎮會再多拍這邊其他的戶型 麻煩要留言讓我知道喔 好那這個社區裡面的設備 都是比在五星級高檔度假勝區的檔次 那在這裡有非常大型高檔的clubhouse 然後裡面有bar 有健身房 有室外游泳池 有spot還有商拿房 那對了游泳池它還有一個是室內的游泳池 那這裡的社區也有安排很多讓退休族群 可以選擇的活動 所以你住在這裡 其實你的退休生活一點也不會無聊 好了那回到今天要介紹的房子 今天要介紹只有一個房型 因為這個社區其實它另外兩個房型都已經賣光光了 那今天要介紹的這個一號戶型呢 只剩下最後兩棟或者是三棟在賣 我們要看的這個房子呢 它是三個臥室3.5位浴 那室內面積是2485平方英尺 它是一層樓的獨棟別墅 那價位差不多是在75萬到80萬之間 最主要是看房子它的地段決定 來決定這個價錢 是不是迫不及待要去看這個票的房子呢 那接下來要帶你們看這個在Tambesco Valley這邊的退休社區 那這個是房子的外觀 它是一層樓的房子 然後我們有看到這邊就是它的山景 那這是一個2480多尺的房子 三房 然後3.5欲 然後我們在進這個房子之前呢 它有一個像這樣子的一個前院的地方 一個前庭的地方 然後上面這邊是有cover的 好 那我們就進去看一下囉 這是它入門的地方 這是它的大門 它做得很氣派 而且它的層高都是九尺高 那我們有看到它的這個門 也都是比較高 差不多八尺的門 那我們一進來 從大門進來看到就是這樣子 哇 真的很漂亮 而且到後面就是有山景 你看它的這個走到這個地方 這個走廊可是非常寬的 好 那我們一進來在右手邊這裡 是它的一個客房 我們看到它這個連它的門框都是挺高的 我們客房 進去客房之前 這裡有一個掛衣間 我們前面看到這邊就是它客房的空間 客房的空間也是滿充足的 然後這個客房呢 這個側房它有兩個掛衣間 另外那一個也是一個掛衣間 好 那這個房子呢 它是有三房3.5宇 所以每一個房間都有自己的浴室 那這是客房的浴室 那這個浴室呢 它是shower的 然後有座台 我們有看到它是因為是 退休房 所以它這個門道也都是比較寬一點點 整個一進來就很有這種 grand的這種感覺 很舒適的這種感覺 然後我們來這邊呢 在左手邊這裡 有另外一個套間 然後右手邊這邊 是算是它的墊 它可以當作書房或辦公桌的地方 我們先來看它另外一個房間 OK 那 就是它另外一個房間 另外一個側臥 那這個側臥呢 它就有一個closet在這裡 它樣板間是把它佈置成像辦公廳一樣 可是這個是可以當作你的這個臥室的 前面看到這裡是有帶棗棚的浴室 另外一個是淋浴間 這個是有帶棗棚的 所以有兩個側臥呢 是在房子比較前面的地方 那我們接下來這邊 就是它一個墊 一個書房 一個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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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辦公室的地方 給你們感受一下這個空間 而且這個墊呢 還有一個側門 可以到你的側院 這邊是挺漂亮的 OK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到它起居室的地方 我們起居室在左邊這邊 有它的廚房 然後那邊是正式餐廳 然後這邊是它的客廳 它客廳這個space很好很舒適 那你望出去這邊就是開一整面的窗 那這邊的陽光是非常的不錯 好接下來我們有看到它這邊呢 在客廳的旁邊還有做一個吧台 我們來看一下它這個設計 然後它這個吧台這邊還有做一個水槽 水龍頭 然後這邊可以放你們喜歡喝的酒 在這一頭呢 就可以看到它的這個放酒櫃 可以放紅酒的地方 這一些都是built-in的這些櫥櫃 非常的舒適 所以這邊這個吧台還可以放三個椅子 坐在這個吧台 然後轉身過去就看到外面這個 這麼漂亮的山景 真是蠻不錯的 好那我們就前進它的廚房 它廚房這邊也是蠻漂亮的 這一整個區塊就是它廚房的部分 那我們看到它這邊除了這個中島之外 它這邊還做出來一個可以做的地方 一個小餐桌 這邊可以坐四個人 所以當主人在前面這邊煮飯的時候 家人就可以坐在這裡聊天 好那我們有看到在這邊都是做它的櫥櫃 那我們這個電器呢 他們都是用Bosch的這個大牌子 而且我們有看到它的櫃子都是做到頂的 上面就可以把一些這個裝飾品收藏 那這是它的中島霸台 那中島霸台也是挺長的呀 好這邊是它火爐的地方 一樣都是做到頂的這個櫃子 好那在廚房的後面呢 我們這邊有洗衣房 然後還有一個半套的廁所 那這邊當然一定要有它的Pantry 這是它放食物的地方 在另外一坨這邊是它車庫進來的地方 是雙車庫的 那車庫進來的地方 有一個客用的衛生間 半套的衛生間 這裡是它的洗衣間洗衣房 這邊還有做水槽 所以洗衣服都挺方便的 它整個格局的設計是蠻舒適的喔 一進來然後這邊就是放食物嘛 然後轉過來這裡就是它的廚房 那它洗衣間也不會跟主臥靠得太近 好那接下來前面這一塊 就是它一個比較正式的餐廳 把餐廳坐在這裡看外面就是三斤 那另外一個亮點呢 就是它有一個加州房 它的加州房 可是不是一般的這種加州房 它設計非常的舒適 看那邊這邊還有 這面牆還有做它的座台 就是它整個加州房的空間 我一定要來體驗一下 如果是坐在這裡 看出去的風景就是這樣子 太舒適了 而且這邊還有FIREPIT 那還可以放一個大電視 這是它後院的空間 那邊還可以放湯椅 你看那邊就是它主握出來的地方 可以放湯椅 然後這邊還可以放椅子 這邊是它的側院 側院有一些空間 你還可以種一些花水果果樹 那我們現在就回去看它主握的空間 好的那接下來前面就是它主握的空間 這邊有做上排櫃下排櫃 接下來這個空間就是主握的空間了 哇 我可能這個影片非常多的讚嘆的聲音 因為真的是挺漂亮的 那我們有看到它的主握 這裡是一整排一個大拉門 然後這個門出去 早上就可以坐在這裡享受日光浴了 這是它主握的空間 非常的寬敞 然後它這邊還做那一種拉門 我們現在進去它的主握的浴室 主握浴室它這邊是做兩個洗手槽 是分開的 男女主人各一邊 然後另外這邊呢 它是有一個座台的淋浴間 它一整片這邊都是它的淋浴間 讓我們感受一下它主握的空間 而且它這個走道也都蠻寬的 這裡是它的馬桶間 OK 接下來這個是主握的走路式衣帽間 空間也是不錯的 空間也是不錯的 方形的 OK 好 我住在這裡真的是 享受退休的生活真的是蠻享受的 這裡面的空間運用的太好了 兩千四百多尺接近兩千五百尺 做成一層樓 每一個空間都是很充裕 這個廚房真的是舒服 這個廚房真的是舒服 OK 好 那如果你是對這個房子有興趣的話 可以跟我聯絡 好 這個一號戶型已經剩下最後三套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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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